更重要的事情他是 后面的排练时间 我没有时间回他 他就故意说他那个脸给摔破了 我就请假 没有去那个排练 去他楼下陪他 结果呢 第二天就发现他那个脸上那些串口贴的位置全都变了 就完全一点事都没有 就骗我下去专门去陪他 然后那次老师就说 如果你参加不了这个节目 你就不要去接这个东西 那搞得全部人都在等你 你这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被老师的狠狠批了一顿 不是 那是他排练排了两三天 一个消息都不发 你一天下来你再忙 你总得有一两分钟时间吧 你不用吃饭吗 你不用上厕所吗 你用这点时间回忆一下信息不行吗 那我觉得那种事情是正式吗 这比较重要一点吗 过两天就要演出了 那我也很重要啊 是是是重要重要重要 好可爱啊 不是我是觉得他玩游戏太多了 就是刚刚说的 我之前也有为了他去学习一些游戏 然后专门就是去陪他玩游戏 结果呢 他还说我菜 明明就是他带不动我 那我带不动你 是另一回事 那你帮着对面来怼我干什么 我没有怼你啊 我只是随口说了一两句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作吗 你就对面说 对面的小哥哥打得真好啊 不像我们打了什么玩意儿 那谁让你说我菜呢 那你都说的 我们四个人都打得不好 你要去夸对面玩得好 你要是做好了 我会说嘛 人家都说了没有做的女生之后 能不能做到的男生 这谁说的 还能这么说啊 那倒不过也不是我的问题吗 可能我晒着他呀 这事就过吧 还真的当个事儿吵啊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最重要的是 我后面没陪他玩了吗 他就去找那些陪玩软件里面的小妹妹玩 那你打得不好 我找他们玩一下又怎么了 他们至少也不会嫌弃我呀 那人家一个小哥哥小哥哥的叫你 你不必闲的吗你 那人家是正常的那种商业模式 他们就是要叫的嘛 那你怎么不找个男的呀 那我找个男的 我成什么了 那都是一样玩游戏 你为什么不能找个男的 你还给他们打赏 你什么意思啊 打赏都是小钱好不好 那就打赏个十来块钱 况且还有些是免费签到 送的一些小礼物 有什么关系嘛 那十来块钱你省下 你平时陪我吃点东西啊 逛一下买点小礼物啊 不是更好吗 那十来块钱给了就给了 没有关系啊 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网恋呢 姑娘我这蓝一句啊 你了解陪玩这模式吗 反正我就知道 别人就一个劲儿叫他小哥哥 对对 他挣的就是那个钱 就是陪你打游戏 就相当于组一个队 然后呢就是装门说好听的话 就是相当于花钱 买了一个马屁精 在旁边拍马屁 你理解吗 男生也可以拍马屁啊 当然了 女性如果找男性的话 你能接受吗 那我肯定接受不了 你接受不了是吧 对 接受不了就别找小姐姐了呗 这事不说了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再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